1月4日到1月6日,由中国马术协会主办中马国际承办的国际马连三星级场地战爱赛,中国马术巡推赛,香港赛马会杯,广州总决赛,在广州拉开战幕。 这是2019年在中国举行的首个国际马连星级赛事。 本次大赛吸引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路骑手同台竞技,许多都是身手不凡,而且荣誉加身的冠军骑手。 他们向观众展示了人马合一,飞跃障碍的高超技艺。 其中,来自中国香港的骑手郑文杰,更是在第二个比赛日中,勇夺两项冠军。 尤其在130至140厘米级别的比赛中,这队人马组合以58.67秒零罚分的成绩完赛,成为了本场比赛唯一打破60秒大关的组合。 盘吉在内地参加比赛,郑文杰表示,内地的赛事组织已经非常不错。 整体来说,我觉得都非常舒服,然后我们比赛选手也非常适应。 我跟那些国际骑手也比较友好的交流,然后他们也非常愿意来这里比赛,也值得整体上的安排都非常好。 相比较外国发展比较成熟的马术赛事,中国国内的赛事以及中国骑手的技术水平正处于发展阶段。 但郑文杰就表示,向国外学习是必要的,但是中国的马术赛事也正在成为焦点。 在国外的骑手的眼中,重要程度正在不断上升。 你看我们中国的比赛有很多国外的骑手过来,所以他们也看中我们现在中国的比赛。 所以我们中国的比赛慢慢跟国外的比赛接轨的时候,其实我们也不用说,就是肯定也要出去的。 不过同时间在国内的时候,他们的进步的速度已经是很快的。 我这两三年已经看得出来,所以是同步发展,我觉得是最理想的一个事情。